这一次菲律宾撞到钢板了,菲律宾出动三艘余政船,冲闯中国黄岩岛海域,以前中国海警也就是口头警告,广播一下,然后双方比速度,比体量,互相追逐,菲律宾的船小,中国海警的船大,航速和体量,中国海警都占优势, 但这正是菲律宾想要的效果,故意制造出中国以大欺小的假象,然后菲律宾拍照录像,就拿到国际上去闹腾,把事情闹大,再拉美国下水,但这一次菲律宾撞到钢板上了,菲律宾没想到,中国海警不忍了,直接上水炮攻击,上远程定向声波攻击,虽说打不死人,但也够菲律宾喝上一壶大的了, 菲律宾于正船上的通信设备,导航系统都被破坏,人也在声波攻击中,头痛不已,要是以后菲律宾的人得了脑震荡,那也怪不得我们,没事不要去闯邻居家的红线,既然划了红线,犯规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,说实话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,为什么菲律宾要在这个时候,去惹怒中国,这不是厕所里大灯笼,找死吗? 美国现在哪有精力来管菲律宾,在俄乌战场上,拜登现在连军援都拿不到了,提交的一千亿美元军援案,被国会扣押下来了,不审批,不通过,美国的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, 而新上任的众议院议长,是一个坚定的犹太支持者,在这一千亿美元,分给乌克兰六百多亿,只分给以色列一百多亿,是绝对过不去的,巴以战争也把美国拉入了中东的泥潭, 野门胡塞武装在红海上,动不动就拦截,扣押,袭击以色列商船,负责护航的美军战舰一样是打击对象,在自家的后院,委内瑞拉有摩拳擦掌,准备上演一出烈火朋友的大戏,东北亚同样不太平, 朝鲜的卫星上了天,高超音速导弹也服役了,韩国胆战惺惺,天天求美军保护,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,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,哪里还有空去管菲律宾,但凡小马克思聪明一点,也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,挑衅中国的南海主权,这不是一包四,找打送人头吗? 当全球战乱不止的时候,小国最好的选择是勾起来,不要去当出头鸟,除非实在勾不住,就找个大国去依附,可现在中国不去搞菲律宾,菲律宾反而来试探中国的底线,这不是脑瓜子秀道,找抽吗?为什么小马克思非要走这一步呢?在我看来就一个原因,阻擾中国的南海吹田计划,今年中国重启了南海吹沙田岛工程, 中建岛现在已经快吹田完毕了,下一个必然就是黄岩岛了,一旦黄岩岛吹田结束,那收复人爱交就是实在必行,面对中国强势收复南海主权,菲律宾一直是拒不配合,坚决对抗,菲律宾不只是侵占了中国的人爱交,还有中叶岛等八个岛礁,中叶岛是最大的一个,菲律宾建行士不对,就准备武力对抗, 在中叶岛上大秀军事工程,建机场,修跑道,摆出一副你要赶来,我就死战到底的虚假姿态,可在中非实力对比上,别说中国海军了,菲律宾连中国海警都打不过。 2021年,中国退役了22艘056型护卫舰,这些护卫舰拆除了导弹系统,但保留了76毫米主炮,转入海警部队,要是进入战时,给056型重新安装舰载导弹系统,那就是菲律宾无法承受的海上力量。 菲律宾最先进的船才3000吨级,是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出来的二手巡逻舰,056的吨位不大,只有1300吨,但剩在数量多,海警部队就安排了20多艘,用来打败菲律宾海军完全够了。 要是美国介入,咱们还有两个航母战斗群,8艘055大驱,095、096型新一代核潜艇也都可以亮相了,美国在俄乌战争中,都只是打代理人战争,又怎么可能为了菲律宾而亲自下场? 小马克思的如意盘算打错了,中国的吹沙田岛计划是不可能终止的,纵观全球,拥有吹沙种岛技术的国家寥寥无几,如此神迹在手,岂能白白浪费? 中国在南海吹田的岛礁,不是太多了,而是太少了,这才让菲律宾敢挑衅中国,吹田黄岩岛,收复仁爱礁,势在必行,这段时间美飞不断在南海挑逝, 12月4日,美国滨海战斗舰闯人爱礁海域,12月9日,三艘菲律宾舰闯黄岩岛海域,12月10日,四艘菲律宾舰至闯人爱礁,对于美飞挑逝,中国有两点做得非常好,其一是将美飞管控的死死的,虽然他们挑衅多次,但全都被中国管控,闯关皆以失败告终,其二是中国与东盟关系更好, 美飞在南海挑逝,其中一个目的是想通过菲律宾,来恶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,通过恶化中国周边关系,来牵扯消耗中国,这一点美飞也未达到目的,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更好了, 中国与越南提升了关系,与新加坡实现了30天相互免签,与其他东盟国家关系也不错,除了上面两点外,我认为中国还有两点可做,一是借机完成南海军事化, 美飞想塑造中国以强凌弱的形象,我们也可以塑造美飞故意挑逝的形象,这就给了中国借口, 我们可以说,为了应对美飞故意挑动地区局势,为了中国国家安全等等,进而在南海部署更多武器装备,完成对南海的军事化, 二是中国还需要一款高速耐撞船,观察美飞不断的冲撞过程, 它们有一个特点,即利用自身船只的速度,实现灵活走位与冲撞甚至是冲撞, 比如在12月10日,菲律宾由纳扎号艇故意冲撞窝海警,12月4号闯人爱交的美国滨海战斗舰, 其排水量为2784吨,航速最高可达45节,全球军舰速度都在30节以内, 五国也不例外,面对美飞的高速与冲撞,022导弹快艇,虽然速度也有四五十节, 但吨位太小,只有二三百吨,撞不赢,其他海警船又或是056这样的军舰,速度又不够,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造出一款高速耐撞大吨位的舰船,速度最少五六十节,越快越好, 吨位五六七八千吨,还要做得特别耐撞,如此我们在面对美飞时, 就可以通过高速性来灵活走位,对对方进行拦截驱离,想要冲床的话, 我个子大,而且是专门用来搞撞击的船,想动武,其他军舰就在周边, 这种船,内部不需要太多精密设备与火力,只满足高速耐撞大吨位这几点的话, 以中国的造船能力,应该很容易就能做出来, ון disorder 难道你说是无法搬上来,